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时 教育学准尚未普及 用许多的典故 和历史 都是透过布袋戏来传达 就因为这样 台北末俱团演吉利的改编剧本 希望可以寓教如乐 如房间里的蜘蛛网 是改编西游记里面的盘丝洞 藏由环境整洁的故事设定 以轻松的方式 教导孩子们打扫的重要性 而目前遇到的难题 是如何培养愿意看戏的观众 我觉得近几年来 愿意学习愿意欣赏的状态 这个舞蹈中 年轻的人 就是越来越接受 设想录制 然后越来越 越来越 穿越来越多的去了解 如何欣赏自己的演出 在未来 也希望演出前 先用一个简单的讲座 告诉民众们 要欣赏布袋戏的哪些动作 而不是纯粹的 只看一个故事 布袋戏的演出 从操偶到音乐的配合 每一个步骤都不容易 期许能有台北末俱团的努力 让布袋戏 推广给更多年轻人喜爱 新北市新店的河美山 因为生态自然 萤火虫季节 萤光点点 吸引许多人前来赏银 也感受一场自然的 萤光梦幻秀 新北市新店区的河美山 是赏银圣地 每到萤火虫求偶季节 总是吸引众多游客 上山赏银 并有台湾自然科技学会的 志工伙伴们 在场协助导览解说 它的身宽 0.3公分左右 就是这样 这个是放大的 然后这个宫的屁股后面 亮的是两节光 两节光非常宽 它亮的是 亮黄色偏绿一点点 这样子 虽然赏银的高峰期已过 但黑暗中闪烁的点点荧光 还是让游客们惊呼连连 接下来 是萤火虫生长最脆弱的 孵软期 期待山林在修养生息后 明年的荧光剧场 会更璀璨梦幻 前面 experiences ears 声� 我 她 音乐 她 对 照料 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